哈囉大家好,我是葉迪老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認真的內容 熬過痛苦的秘訣 為什麼說熬呢? 我們人生其實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熬 人生可能你覺得非常艱苦 小呢,則是你上班一天八小時就要熬 大呢,則大到有時候你覺得整個人生都在熬啊 比如說創業的人,他覺得說好熬啊 每天都是煎熬,為了錢,為了周轉,為了員工 非常的煎熬 小呢,你是一個學生,你要考學測 你每天都在念說,你不知道,你看不到鏡頭 一直熬,不知道你要熬到紅年馬月 你就一直熬 那今天我們講這個熬過痛苦的秘訣 有一個小前提,各位一定要知道自己正在熬什麼 什麼叫自己正在熬什麼 有時候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正在熬什麼 你就會覺得說搖搖武器,也會特別的沒力 你會覺得說這種事情還要不知道形式 所以千萬不要靈目標,你要知道自己正在熬什麼 比如說你是一個學生,你每天念書很痛苦 那你要知道你痛苦是為了什麼 誒,是為了考學測嗎?還是為了考生堂? 你要有一個熬的目標啊,考上了之後 你就解除這個熬的狀態 你不要再煎熬了,不要再痛苦了 所以你要知道你這個狀態是可以解除的 你只是暫時處在痛苦辛苦的這個當下 那第二點呢,我們要知道 我們說到熬一定不會是一個短時間 它一定是一個長期抗戰的一個馬拉松式的一個策略 當然我們的心法就是要面對這種長期式的心法因應而生的 所以我們創業的人,你就要知道你只是一個過渡期 可能啦,你如果是一個創業的人 你在熬的當下,你可能看不到未來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給自己設立一個目標 比如說,你要熬到你今天公司資本額有多少錢 那你就要換下一個階段的方式 那你是一個學生,你要熬到 你比如說,你去考模擬考 你要知道你現在熬到你的分數是幾分 那你可以算出,依照你這種熬的速率 因為你知道,你要熬,就是你要放下你的努力 去每一天一步一步地走過這個痛苦的荊棘 那你要知道你在走的時候,你一定會有成長嘛 如果你沒有成長,那你熬就沒有意義了 你每天你要有成長,那並且去換算說你成長的速度是如何 比如說,我今天熬了半年,我的成績提升了10% 那我的目標在哪裡?假設我的目標是考上台大 那台大的分數很高嘛 比如說,我成績要再提升80%我才可以上台大 基本上成績要提升80%才能上台大 那你應該是沒救了 沒有啦,開玩笑了 對,那你今天熬了半年,成績提升了20% 那你再熬半年,你的成績又提升了20% 你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大概算出你的速率 跟你講,你要不管是你的目標也好 有一個精確的說你要賺到多少錢 還是說你有一個沒有精確的目標 但是你有一個進步的速度 公司在我這樣努力的狀況下 每個月的收入可以增加多少 營收增加多少 我的學生成績可以進步多少 對,我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要嘛知道我的離最終目標還有多久 根本就是知道我的速度 可以預期最後會多久達到我的目標 這樣,你要有個目標 你一定要有個目標 那這樣你的熬,你的辛苦才會有意義 那有一種是你的產值一直是0 你不知道在熬什麼 那這種就很慘 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大地雷啦 我們熬過一些痛苦的事情 最要避免的就是你平白不顧的付出 你努力都付諸流水 然後卻沒有任何收穫 我高山就有一個同學這樣啊 他就一直念書 然後成績都起不來 然後最後得憂鬱症 然後也和他男朋友吵架 那我根本不知道 那時候我還沒有跟他很幫他啦 就是他也沒有找我求助 我只是觀察了這個現象 所以我看他好像也不知道在拼什麼 他也沒有設立一個目標 所以我覺得一個目標很重要 即使你今天成績很爛 你想要設立一個多微小的目標都沒關係 你要知道自己的實力 知道自己進步的速度 以及你要達到的目標 你再去熬你會更有效 你不要沒事就開始拼命的念 你沒有目標 那你有的只是遙遙無期的痛苦 這樣其實是非常累的 心裡很累 身體也很累 而且你看不到成果 超級累 好那接下來講完前面這些前提之後 我們來講講看 我們如果要熬過痛苦的時期 需要什麼要素 今天就拿我為例子好了 比如說我們拿小的先講 今天我去上班 我可能很討厭我的工作 我今天來我的公司 我為的是什麼 我要有一個目標 我為的是賺今天的薪水 一天八小時可以賺兩千塊好了 對那八小時就開始打了 從打卡開始 你就開始 有些老闆會叫你拼命做事 你就覺得好痛苦 那今天來講心法第一個 在你覺得煎熬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確保你的目標是有正在進行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盡量偷懶 怎麼說呢? 什麼叫目標正在進行呢? 今天我上班打卡 老闆的薪水就開始算給我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論我做什麼 我的薪水也不會少 所以我就去吃早餐了 這是一個方法 你不要覺得我在跟你開玩笑 你學生可能不適用 因為學生沒有這種福利 學生你念了一點就是一點 但是你今天 我現在是講給一些比較剛出社會的上班主 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 那個辛普森家庭說的 看卡通還是有用的 那個辛普森家庭的河馬 那個就是 他爸爸就說 如果你很討厭你的工作 千萬不要罷工 摸魚就好 這句話其實聽起來是幹話 可是實際上很有用 因為你摸魚 你自己是一種放鬆嘛 你就放鬆 然後你的錢還是在賺 對你來說有差嗎? 如果你對於這份工作的要求 你對於這份工作的目標 並不是成長 而是你有一個收入的話 那在你的收入不影響的狀況下 你是不是盡量的去放鬆 你就可以熬過這段時間 這是第一個心法 這是第一個心法 那你學生一樣嘛 你學生 如果你今天一直看書 一直看書 已經看了一整天了 那你可能這時候 大腦已經快爆炸了 你可能這時候 你需要一點 你這時候再念也念不下去了 這時候是不是就取景 你基本上就沒辦法 在那一天休息前進步 那你就去休息吧 你這時候休息 你可以得到的更多 那時候就不要再熬了 因為這時候熬是沒有效果 你發現你在怎麼念 你在這個學生 你的腦袋已經快爆炸了 狀態下 你是不會再進步多少的 那你就不要熬了 好嗎?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第二個心法 讓你的狀態最佳化 我們剛才說 這個熬過痛苦 這件事情是一個長久的馬拉松 對於第一個上班的人來說 他可能是八小時的馬拉松 我跟你講 今天不管是你創業 你可能要經歷過一兩年的 這個創業黑暗期 或者是你今天只是上班 八小時的員工 我跟你講 人在感覺痛苦的時候 時間都覺得每一分每一分都很慢 所以你熬過痛苦 你一定要有長期備戰的這個能力 你不要說你 今天不管是誰 你創業兩年也好 你上班八小時也好 你如果你在下一秒就生不下去 那是兩年或者是四八小時 有差嗎? 一樣做不下去 所以我們讓自己的狀態 尤其是心理狀態 身體狀態就先不講了 尤其心理狀態 你的心理狀態如果弄得好 你一定要弄得好 你熬過去這是基本的 你要先把心理的腳步站穩 你才可以在後續的一些 生理的一些東西撐下去 你心理先垮了 你身理再好有什麼用呢?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上班八小時 那你一定要跟老闆說 你需要一定的休息時間 不可能八小時都一直在輸出 這個時候你其實心理狀態會垮掉 你必須去反應 如果你不能跟老闆反應 那你一定要自己給自己一些轉席的空間 比如說 你可能 早上先到後 可能吃個早餐 讓自己心理 先建立一個 休息的一個 舒服的狀態 讓你可以去工作 那 你可能工作了一小時之後 打一打 好累喔 那你就花個手機 或者是去外面吹吹風 去洗把臉 去 Seven買個咖啡喝 那 這個也是一個放鬆 當然我相信 大部分老闆 都不會阻止你做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 畢竟 他請任何的人來 任何的人類來 都不太可能一直工作不休息 那如果你的休息能夠讓你的工作更上軌道 或者是讓這個員工能夠待在這個公司更久 更持之以恆的發揮他的價值 那我相信 整體來講是對公司有利的 除非你真的是爛到 你一天 你必須一直休息 一直休息 你才可以輸出一點 而且這時候要明顯有一個跟你價錢差不多的人 跟你薪水差不多的人 他休息的時間跟你差了很多 他都不休休息 這個時候 老闆可能就會請他 但是還有另外 如果你就是個老員工 你對於這份工作充滿了非常多的經驗 那老闆也不一定會把你開除 所以 我相信這是有談的空間的 你一定要讓自己的狀態是可以長久 因為畢竟工作就是一場麻辣送嘛 你人生 你到退休前你都要一直工作 如果你一天八小時 每天都這樣熬不下去熬不下去 那你其實一下就不想做這份工作了 你必須 因為我相信 每一份可以賺到錢的工作 為什麼要請你工作 就是人家不想做才要請你工作 不管 要嘛人家不想做 要嘛人家不會做嘛 對不對 人家不想做不會做 都聽起來就是很累的事情啊 裡面付出很多才可以做上這個檔位 既然這樣的話 你一次必要讓自己站久一點 你就要讓自己心態調整好 對不對 對 那我們分享完心理的 現在我分享幾個物理上的 我個人在用的 接下來就會來到這個食物應用篇 我個人在用呢 我除了會把用剛剛的方式 讓自己有建立一個目標 讓自己的熬過痛苦的時期 有一個明確的知道自己在成長 自己的薪水有在跳之外呢 我把自己的心靈狀態調整好 要從頭幫自己心靈狀態調整好 第一個 幾個很實際的目標 接下來分享的是幾個實際的做法 各位可以參考 第一個 早睡 你越早睡 你睡得越多 你當然身體 不論是心靈還是精神上 回復的都越快 所以我認為如果你真的 對於一件事情 你有目標 你需要熬 對 我們如果不是你的目標 你如果不是為了賺錢 你幹嘛去做這份工作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講的都是建立在 一開始的前提 你要有一個目標 你需要熬的情形下 就是變成說 你要嘛是你不得不去做這份工作 另外就是你非得做這份工作 那這樣前提下 你就是多睡一點吧 多睡一點 讓自己的精神回復 那第二個 多喝水 多運動 那我要講的第四個就是 那個 不要吃糖 因為吃糖類 雖然短時間內 會讓你的工作效率提升 但是 長期下來 它會讓你更疲勞 糖就像興奮劑一樣 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說法 不過如果你 完全不吃糖類一段時間 我相信你會更有續戰力 我們講要熬過痛苦 一定是經歷過一段很長的時期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有些創業家 他都是一些充滿 你會想創業家怎麼那個 做事的方式 心理的想法 或者是那麼有衝勁 其實代表 他其實就是他只是很會調適而已 創業家一天也是24小時 他也是人 他為什麼人家有這種衝勁 你可能他的秘訣不會告訴你 因為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發現 他跟你說 你就是要怎樣怎樣 抱持著怎樣的熱忱 我也知道 只是說你要怎麼抱持熱忱 為什麼他可以抱持熱忱 你沒辦法抱持熱忱 你熱忱一下就被消滅 因為人家會調適嘛 人家放鬆的時候 就真的放鬆啊 人家不是極限 不管是怎樣 創業家 總要大便 總要睡覺 總要洗澡 對不對 他可能可以在這些時間中 去讓他的身心靈很快的放鬆 他調節的效率比你好 調節的速度也比你快 那他一定 我相信創業家 一定是不太會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為什麼 因為負面的想法這點 他會讓你的精神力慢慢的損耗 就像你玩一個遊戲 你中毒了 他就是你腦袋讀 每分每秒都在扣你的血 對 但是因為這些負面的想法 不僅會扣你的精神力 身體的能力 然後他還沒有實際的產出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惡毒的東西 你不可以有這些 太過負面的想法 也就是說 當你覺得撐不下去的時候 你不應該去一直抱持負面的想法 我要離職 我不幹了 我不想做這個 好累也不要 創業家也不會這樣 但你也不要這樣 與其做這種事情 你不如把那一時間 我睡覺 我休息 我打遊戲 欸 你可以做這些事啊 你不用一直這樣想啊 他相信創業家也是 他就去洗澡 洗熱水澡 舒服 看個球賽 人家在看球賽 人家在洗澡 洗熱水澡的時間 你在幹嘛 你在說 我不想做了 好累喔 對不對 這就是 一個行為 會讓你回復體力 一個行為會讓你 繼續的損耗你的精神力 對 這個長期下來 馬拉松這樣 熬下來 有人就熬得過 有人就熬不過 為什麼 我們就是正點的關係造成 好 如果我還有漏掉一些 我沒有補充的 再跟各位講 那今天就這樣囉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秘訣 就到這裡 如果我有疑問 在下方留言 我是葉提老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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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